好的 台湾前副总统吕秋莲的专访 将在明晚VOA卫视第一个小时的节目中重播 请您持续锁定 而今晚海峡论坛下半场呢 我们也特别邀请了台识大正言所的曲兆祥教授 点评东北亚情势与两岸关系 听众观众朋友 现在就可以拨打美国之音的热线电话 来发表您的观点 我们的电话是400-120-0551 台湾的电话是00801-148-940 接下来我们就把时间交给台北中广新闻网的主持人 叶博逸 博逸 好的 那我们抓紧时间就请曲教授 对刚刚这个吕副总统的这个专访来做一个 看您的一些要点 是 我想第一个综合来讲 那么我应该讲的 吕副总统今天这个访问呢 给我的一个感觉就是在政治议题方面 他其实基本上已经没有更新的东西了 跟他在担任副总统期间的主张跟看法 大概都是一致的 包含目前可能民进党 实际上的民进党已经在做一些对中国两岸政策的一些调整 或者用民进党的语言来讲就是中国政策的调整 但是吕秀莲女士呢 她对这个部分显然是没有太Follow 也就是她应该是 这是我判断 从她今天的发言 大概她并没有参与到目前民进党内部对于中国政策调整的 在整个的讨论里面去 所以显得他在这个两岸政策的主张 还有其他政治性的主张呢 基本上还比较 没有特别新的主张出现 但是在非政治性的东西 他却有一些 这个比较新的一些思维 或者说比较新的主张 其中也确实他在这个 到美国访问之前呢 那么他在台北呢 那么这个推动这个反核四的这个运动 某种程度上引起了社会一定的反响 但是是不是这个 反响有他目前所说的那么的乐观 也就是说可以超越到蓝绿之外呢 那这个可能他个人的理想是这样子了 但是这个可能也不完全是事实 所以我应该这样讲 简单的来说 他今天给我一个总的一个感觉是 在非政治性的主张上面呢 显然在退休以后啊 就是这个卸任以后啦 那么吕副总统 这个吕副总统呢 他在这个非核议题啦 这个环保环保这方面的议题啊 有一些新的的投入 在工作上的有些投入 有一些新的思维 但是在政治议题上 显然他就没有太多的参与了 这是一个总的感觉 那么另外一个就是 他今天谈的几项主张里面呢 我觉得比较有意思的是在 他的这个对于钓鱼台主张里面呢 特别提到了所谓的共同不开发的这个主张 那么因为他今天提到的四点啊 那么这四点其实严格的来说 跟马英九总统所主张的东海和平倡议 绝大部分是重叠的 包含了十二海里里面的不开发 那么十二海里之内 我们都知道 因为它是一个领海的一个概念 事实上现在钓鱼台是在日本的行政管辖之下 所以呢 即使去年 日本把钓鱼台所谓的国有化了 但是实际上日本也没有在这个十二海里里面 采取任何的开发性的这个行动 它是做一些这个主权性的一些行为 包含了它的船舰的一个巡逻 那么中国大陆呢 在去年的这个 就是中日的 因为钓鱼台的这个冲突以后呢 中国大陆现在的它的渔政船跟渔间船呢 也某种程度上的开始正常的在巡逻了 而且每天都在进行 所以应该这样讲 在钓鱼台的这个十二海里的这个范围之内 其实它现在目前就是一个非开发的状态 而且基本上也是一个非军事化 非核化的一个状态 这个其实也就是李副总统所说的 那么唯一的有一点点的区隔 就是我刚刚讲的就是 李副总统非常明确的主张共同不开发 那么这个跟马英九总统所主张的 所谓的这个各自主权联合开发 这个部分其实是有一点点的距离的 不过话还讲回来了 因为钓鱼台现在存在的很强烈的 很敏感的主权争议 在这个状态之下 即便想要联合开发都很困难 除非中日台美几方 大家就这个问题达成了协议 但是就现在我们很客观的来说 这样子的一个环境或者条件 并不存在 所以说现在谈这个开发或者不开发 其实是有一点点 不太切实际 我不客气的说 那么对化解当前的这个危机 尤其是中国大陆跟日本 所引发的这个这个主权上面的这个冲突 那么美国方面呢 在去年呢 也曾经表示说 日美安保条约呢 包含着这个钓鱼台 是在他所谓的周边有势的 这个定义范围之内 这个讲法很可能会引发 中美之间乃至于中日之间呢 他们之间的一个矛盾跟摩擦点 但是这个矛盾跟摩擦 会不会大到刚才 李副总统所担心的所谓发生战争的行为 我个人不太像是这样子的看法 特别是在朝鲜半岛性的情势 也非常紧张的状态之下 那么钓鱼台的这个发生战争的危机 实际上是并不是像媒体 或者某些专家所说的那么的大 我想这个是我今天听了 李副总统的这个访问以后的一个感觉 一个初步的一个感觉 另外还有一个 我刚刚其实也点到了一些了 就是中国大陆的 民进党将来对中国大陆的政策 是否调整的问题 那么就我的接触跟了解 事实上在2012年的总统选完了以后 因为民进党开始全力的 在准备明年的七合一的选举 以及2016年的总统大选 那么很明显的 民进党的这个领导的阶层呢 已经了解到说 中国大陆的政策如果不做调整 还是维持着刚才吕秀莲 吕前副总统所说的 1999年的那个所谓的台湾全途 决一文的那一个基本的立场的话呢 那么恐怕是会 对民进党的这个2016年 抢得执政权的机会来讲 是负面的影响 所以民进党事实上 现在内部也开始在做调整 但是要做怎么样的调整 怎么样的表述 那么这一点呢 可能他们还在讨论当中 那我从刚才吕秀莲女士呢 她的这个接受访问的讲法里面 看起来我的判断是 她目前应该没有参与到 这一个小组里面来 所以这个小组可能的调整的方向 她还不是很清楚 是好的 谢谢曲教祥教授 为我们所做非常全面的这个分析 那么接下来东宁 我不知道是我们 还有时间接听听众 观众朋友们的电话 或者是您觉得 我们就跳过这一段 您来发表一些问题 您看我们要不要接听听 事实上我们今天海峡两岸 听众观众朋友等在线上的听众 不但不少 而且都非常有耐心 所以我们就接听 我们海峡两岸听众观众朋友们 请大家评论一下 吕秀宁刚刚这段专访 跟您对目前两岸关系的一些评论 想先进台湾的听众 桃园的陈先生您好 请讲 桃园的陈先生您在我们的线上了 好的我们 我说话你听得到吗 请讲陈先生 我想这样子说 那个天印不是人呆的地方 那想询问一下 陈水平跟吕秀宁当道的时候 他为什么不改善她 然后 然后如果说是这么烂的话 我建议 那么对所有人的一视同仁 也就是干脆把建议废掉上 把所有人通通放回家去 请他们在家里聊一 或者另外一个做法 那就是请立法院拨一些钱 把它盖给三星级 或者是五星级的规格 这样子比较符合人权 对于东北亚的形势 我的意见是这样子 我很支持金正恩这种做法 建议他继续保持这个状况 然后也建议马英九给他一点点鼓励 现在的情况我觉得对我们并没有什么不好 谢谢 好的 谢谢桃源陈先生发表他的个人观点 下一位是大陆的听众 广西的江先生 您好 请说 你好 我想说 李秀莲就是认为说 那个眼睛 敬临那个说法 我觉得确实是 确实他都忘了自己是什么样的一个 他忘了自身的是 他自己 他的根是哪里的 我觉得这个说法 确实很可悲 我觉得中国 在一个中华民族的一个范围之内 还不应该这么一个想法 虽然说他现在已经许认了 但是我觉得他应该不会忘记一个中国的原则吧 这个是我认为的话 广西的江先生谢谢您 台北的黄先生请说 好的 谢谢台北的黄先生 不好打断你 我们后面还有听众 福建的庄先生抓紧时间 福建庄先生您好 台湾政府当局跟任何组织交流都应该有自我的个性 如果说觉得原型欺求 觉得自己弱小 在表面上欺求 但是表面上人家婚姻 过后人家会看不起你 好的 谢谢庄先生 要更加有自信 谢谢您 北京的王先生 喂 你好 请讲 您好 我觉得你之前胡说八道 中国两个 不是南北韩 也不是东西德 是一个中国 不死在两个中国 好的 谢谢北京的黄先生 提到这个两岸跟两韩的情况不一样 好的 那我就把时间再交回给中广新闻网的主持人博弈 请博弈来 最后刚才听众观众朋友的问题呢 继续请教我们的屈肇想教授 博弈 好的 刚刚听众朋友也提出了一些问题 我们大约节目到我们还有一分半钟的时间 是不是请屈教授我们来综合回应一下 我想我就集中在刚才听众朋友们可能谈的比较多的 虽然都很简短 但就是在两岸的这一个部分 那么很明显的我们从这个群众的反应里面 以及从吕秀莲女士刚才的这个讲法里面 我们可以体会得出来 对民进党 如果在明年特别是2016年的大选的过程当中 如果还继续是坚持1999年的 所谓台湾全土决议文的那样子的一个立场 用简化一点的讲法 就是他刚才讲的远亲近邻的 这样子的一种定位两岸关系的话 那么可能对民进党的这个赢得选举呢 会是比较负面的影响 所以很明显的民进党需要在两个中国政策方面呢 做一个比较大幅度的一个调整 但是我所谓的调整 不是说民进党一定要放弃他原来所主张的 而是他必须要把他原来的主张跟现在的情势 做一个连结 然后才做出一个调整来 如果他调整如果始终在这方面做不出调整 即便他幸运的赢了2016年的总统大选 恐怕也很难成功的执政 所以您简单来说就是目前来看的话 中国政策或是两岸政策还是民进党的招门吗 是应该这样讲选举就未必了 因为我们看最近的这个马总统的马政府的支持率在下滑 因为他内政的的确做不出很好的技巧 但是话又讲话还有三年多的时间 你也不能说他一定交不出一张漂亮的成绩单来 那假设我们一个状况 我们假设一个状况就是现在这个比较不好 执政不好的情况延续下去的话 民进党有可能在2016年还是可以赢得选举 但是他执政的目的是要交出一张漂亮的执政成绩单 如果你交不出这张成绩单来 后面还要再实际争选是必然的 那么中国政策不调整 他很难有好的成绩表现 好的谢谢曲教祥教授 对今天这个我们就旅前副总统的专访 还有听众观众朋友们 所刚刚打电话来的这个一些问题 所提的综合的回应与点评 非常感谢今天打电话参与我们节目 耐心等候的听众观众朋友们 更感谢透过中网新闻网 来收听我们海峡论坛节目的听众朋友们 谢谢大家 好的由于时间的关系 今天的海峡论坛就为您进行到这里 我们感谢台师大正言所的曲兆祥教授 也感谢听众观众朋友们您的参与 谢谢您来宾和听众观众 发表上我们的个人观点 不代表美国之音 另外您也可以登入美国之音的中文网站 浏览更多我们有关于东北亚情势 以及两岸关系的最新报道 或是收看海峡论坛之前曾经讨论过的话题 我们的网址是VOACHINESE.COM 对于使用iPhone或者iPad的观众 您到苹果应用商店App Store 输入VOA News Chinese Edition 下载并安装美国之音中文新闻应用程序 输入GoEnglish.me Chinese 安装美国之音的英语学习应用程序 如果您使用安卓操作系统的设备 请到Google Play 输入VOA News Chinese Edition 就能找到美国之音中文新闻的应用程序 输入GoEnglish.me Chinese 就能找到美国之音英语教学应用程序 您还可以浏览我们的网页 网址是VOACHINESE.COM 好了 又到了跟大家说再见的时间了 我是樊东宁 请代表美国之音所有的工作同仁 及台湾中广新闻网的叶博弈先生 祝您晚安 海峡论坛下周日 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